这是我们的北京生中华侧的红凝图电子绿测试仪 那么在电子绿测试仪在现场使用的呢 首先我们拿的仪器有四个金属海绵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金属海绵呢 一定要用我们厂家配的 它是金属的 导电性能比较强 不是说咱们从随便找一块海绵 四一天都可以的 这个一定要是金属海绵 在使用之前呢 要把金属海绵呢 要占点水 水不要太多 水注意啊 水不要顺着这个 到这个碳口里面去 因为这样有可能会迎水里面的短路 那么咱们把这个海绵塞到这个四个孔里面呢 然后就把海绵弄湿 沾上水以后呢 稍微捏捏 然后塞到这个四个孔里面 那么我们随机呢 一般都配一个这样的 校正的这个校正板 那这个板上呢 我们标准的电阻呢 是1500 这三个电阻都是1500 那它的电阻率呢 就是 电阻1000欧乘以31.4 就是31.4千欧乘以厘米 那我们在线上测试的 那么我们这么判断 我们的仪器是不是正常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板上测出 如果我们的仪器呢 它测试的值呢 在31.4 加减 1.0 这个千欧乘以厘米都算正常 比如说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仪器测 那这个电阻率 仪器测得到的电阻率呢 在30.4到32.4之间 都算仪器正常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现场去 就可以测试这个红凝土的电阻了 电阻率了 那这个板呢 它的电阻率 是31.4千欧乘以厘米 我们模拟 它就是现场的一个红凝土 那我们现在可以 把这个碳红里面的海面装好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测试界面 好 测试界面呢 直接就可以测试了 就把四个爪子呢 就碳红的四个爪子呢 对着这个电阻率的这个 四个侧点 那我们现在看 它测试得到值呢 是30.9 30.9呢 它在30.4 到32.4之间 那仪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算我们这个仪器是合格的 那么在现场测试的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测试对象呢 由这个测试法呢 变成了红凝土 也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 把这个探头呢 对着红凝土上进行测试就可以了